4月6日偶像练习生总决赛在北京举行 范澄澄最终入选九人男团 里晨发文透露范宾宾看哭了 并为范澄澄送上祝福 她姐抱着手机看哭了 我偷拍的照片生生被删了 梦想在路上一段旅程结束 预示着新的开始 加油吧 福希希 稍晚范宾宾也送上对弟弟的祝福 福希希出道快乐 未来可期 谢谢偶像练习生节目 接着又谢谢几位辛苦的老师 最后要感谢那么多的全民制作人们 范宾宾微博最后说 说真的 我的确露出了姐姐般的微笑 谢谢大家 4月6日晚偶像练习生总决赛在北京举行 通过最后一次考核舞台现场 九名男团人选最终确定 他们分别是蔡许坤 陈立农 范澄澄 扎澄 林彦俊 朱正廷 王子义 小鬼 游长静 范宾的弟弟范澄澄名列第三 成绩可谓相当不错 另外这个全新男团名称 已经确定为9% 寓意为9%的联系生 带着另外91%的人的梦想 继续往前走